觀眾朋友晚安 今天的晚間氣象先帶你透過 鏡頭來金門走走了 因為氣象署在傍晚的時候 針對金門發布了低溫特報 在今天晚間到明天清晨 金門有機會出現10度以下的低溫 其他地區的話 我們先從雨量累積圖當中帶來看到 今天清晨的時候 當封面通過之後 東北氣風吹下來也帶來了一些水氣 桃園以北跟東半部地區 今天雨量都是明顯增多 部分地區也都有些零星降雨 其中是以恆春半島 雨勢是比較明顯 不過晚間開始 各地的水氣也會逐漸轉乾 那麼我們就要提醒您的就是 今天晚間到明天清晨 其實各地都還是會有寒冷的感覺 外出還是要記得做好保暖工作 那我們看到北部低溫 大約是12到15度左右 中部14到15 南台灣也會有涼冷的感受 大約是16到17度 東半部低溫16到18度 那麼離島地區的話 低溫也會下灘到9度左右 那麼我們要帶您看到是 未來一周整個天氣狀況 週休假期的話 天氣是逐步的穩定 到了下個星期一 北部高溫甚至可以來到30度左右 什麼時候會有變化 就是下週四又有封面來報導 中南部地區在週休假期 同樣也都是天氣穩定 陽光露臉的好天氣 可是要留意的就是空氣品質比較差 尤其是在星期天 中部還有雲嘉南地區空氣品質是橘色提醒 敏感族群要多加留意囉